一个女人晚上骑着车,一不留神从路边摔了下去,等他从昏迷中醒来时,耳边传来野兽的啃食声,隐约觉得腿已经没了,一个男人走出营地撒尿时,不小心摔下了斜坡,竟然在斜坡下面,他看到了一座被挖开的坟墓,里面只有一个人头,他被吓坏了,紧接着被一头猛兽挫头,只剩惨叫声和猛兽的啃咬声。 几天后,两名游客在草丛中,发现一只死死握住杂志的断手,连忙报了警,警察也在现场找到了部分人体残渣,尸体被撕碎,有严重咬伤的痕迹,得出一个结论,凶手不是人,反而更像野兽撕咬形成的,这片森林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,很快这个秘密就自动送上门了,这头猛兽不仅敢在夜间出没,就连白天也肆无忌惮, 一头野猪冲进人群,拖走一名游客,站岗的小警察连开竖枪,然而毫无用处,但案件总算真相大白,凶手正是野猪,为了保证人们的安全,警方只能暂停村子的旅游业,这无疑是断了村民们的财路,村长请来了有名的猎人狗蛋,狗蛋带着自己的狩猎队,接下抓捕野猪的任务,一伙人刚进山就被眼前的大脚印镇住了, 根据脚印判断,野猪至少也得三百公斤重,他们不敢轻视,布下天罗地网,目标出现了,狗蛋一声号令,所有人冲锋见阵,野猪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,前有陷阱,后有追兵,不出所料,野猪掉入陷阱,狗蛋果断举强击毙了野猪,成功抓住野猪,让村子里的人们很激动,记者也前来采访, 但村里的老猎虎却认为,这很可能不是那头吃人的野猪,村民们丝毫不以为意,还把这只母野猪给烤了,就在大家欢聚一堂时,真正的食人猪趁机来到了屋外,猎犬发现了不对劲,屋外传来怪异的咆哮,然后是一下又一下的撞击,紧接着一头巨大的野猪坐墙而入,人们这才见到这头食人猪的真面目,身形巨大,满嘴獠牙, 一个嘶吼就让屋内的电灯全部炸裂,人们都被吓得惊慌失措,成年男人更是直接被獠牙顶飞,狗蛋拿着猎枪对准食人猪,不过很可惜,野猪皮糙肉厚,他的枪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,食人猪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,狗蛋直接被吓尿,为了保命,他只能站着一动不动,野猪果然没理他,溜溜哒哒地走了,他们害怕食人猪卷土重来,而狗蛋平生第一次受到这种趋势, 于是加入警方的队伍,跟随老猎狐一同上山猎杀食人猪,老猎狐带他们找到一间木屋休息,木屋的主人说,这是报应,很久以前,人们为了开垦荒地把动物都烧死了,一直到一头大野猪出来攻击他们,开垦荒地的人才肯离开,而当时为了猎杀那头野猪,很多有名的猎人都受了重伤,转天老头为他们准备了早餐,竟然是些虫子蝙蝠,吃完了高蛋白早餐,他们告别了, 在森林中继续搜寻足迹,顺便安装警报器,最终来到了食人猪的老巢,食人猪并不在巢穴里,只留下几头小猪仔,为了以绝后患,他们决定把这几只小猪杀了,小野猪的惨叫声,很快被食人猪听到,几人刚走出猪窝,就和食人猪来了个狭路相逢,食人猪张开血盆大口,向他们冲来, 考了人家媳妇,又杀了人家孩子,就是个泥人,遇到这种情况都得发狂,何况一头食人的野猪,食人猪张开血盆大口向他们冲来,他们仓皇逃窜,食人猪身躯过于庞大,连连被障碍绊倒,狗蛋带着几人躲到了一截水管之中,食人猪无法进来,几人暂时安全了, 为了研究这种变异野猪,女研究员偷偷带走了一只最小的,这种行为跟杀掉小野猪一样愚蠢,因为野猪会跟着同类的气息找到它们,此时的众人还在睡梦中,突然狗蛋听到警报器响起,狗蛋握紧枪,独自上前探查,只听山林种传来一声惨叫,众人惊喜,训声而去,却发现狗蛋被食人猪压在地上,老猎狐对着食人猪打了一枪,枪却卡住了, 食人猪被转移了注意,把攻击目标换成了老猎狐等人,众人拼命逃窜,食人猪扑了空,暂时卡到了他们事先准备的陷阱里,事关紧急,他们决定兵分两路,小警察和女研究员一起抱着小猪仔吸引食人猪的注意,其他人回去救援,小警察两人一路被食人猪狂追,慌不择路跑进一家废弃工厂,女研究员注意到一旁巨大的电梯,灵光一闪, 将自己的计划告诉小警察,两人迅速展开计划,小警察把猪仔扔进电梯口,借助小猪仔的惨叫,把食人猪引入电梯, 女研究员立即按下电梯开关,千斤中的电梯重重砸向食人猪,食人猪再也没了往日的威风, 最后小警察找出炸药,彻底结束了这只食人猪的生命,正当所有人以为事情结束时,这只被救出来的小野猪用诡异的眼神盯着女研究员, 似乎预示着食人猪还会出现,相比影片中的惊悚元素,我想该片表示的是人与自然的探讨, 人们大肆开垦,破坏野兽的栖息地,导致森林生物链断裂,野兽连果腹的食物都找不到, 被逼到挖掘坟墓,啃食尸体的地步,自然就把人也纳入了食谱,就像那位老者说的,这何尝不是报应?